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9月7日发布了一张哈勃太空望远镜拍到的球状星团图片 这个被称为泰尔赞12号的球状星团位于银河系的内部 被气体和尘埃所包围 但依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它是太空中的尘埃如何影响来自背景天体的星光的一个良好范例 据NASA网站报道 球状星团是恒星的聚集体呈现球状 球状星团内的恒星因重力而被束缚在一起 在星团中央会有比较密集的恒星分布 银河系的外围有大约150个古老的球状星团 这些星团围绕银河系中心运行 但远在银河系平面的上方和下方 就像蜜蜂在蜂巢周围嗡嗡作响 泰尔赞12号是土耳其亚美尼亚天文学家泰尔赞 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所发现 并以它的名字命名的 十一个球状星团之一 它位于银河系深处的射手座 这意味着它被气体和尘埃所笼罩 这些气体和尘埃吸收并改变了该星团发出的星光 该星团距离地球约15000光年 这个位置为我们和该星团之间的星际尘埃粒子 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这些尘埃可以散射蓝光 造成只有较红的波长会抵达地球 星际尘埃云是斑驳的 因此该星团的不同部分 看起来比我们视线上的其他部分更红 图片中最亮的红色恒星 是庞大而古老的恒星 比我们的太阳大很多倍 这些红色恒星位于地球和该星团之间 只有少数实际上可能是该星团的成员 而最亮的炽热蓝色恒星也是在该星团以外 该星团内只有年老的恒星 值得一提的是 泰尔赞只发现11个星团 那为什么会编号会到12号呢 依SA指出 这是泰尔赞的一个错误造成的 泰尔赞在1971年发现一个星团 并将其命名为泰尔赞11号 但这其实是他在1968年发现的泰尔赞5号 他不小心搞混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天文学家最后开会决定 泰尔赞11号并不存在 这里是谁在冲带的 请不吝点赞1号并不存在